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恋爱之后 龚硕良就成了林依莲演唱会的固定拍档 他们在台上合唱《下雨天》的时候 大众都觉得他们很登对 虽然林依莲比龚硕良年长11岁 但她保养得宜 南方又显老 所以看上去没有年龄差 另外这些年来 龚硕良影响了林依莲歌路 她替女友制作了几个唱片 里面包含了她最擅长的摇滚乐 陪着她做世界巡谋演唱会 2017年还跟她一起参加歌手节目 担任她的制作人伴奏跟鼓手 林依莲更不建议公开这段恋情 任由节目组拍摄两人在家的甜蜜画面 林依莲也会尽到女友本分 当龚硕良开演唱会的时候 她有时在台下欣赏 有时到后台打点 有时候上台一起演出 龚硕良是澳门葡道牙籍人士 有一次林依莲苦练普语 就是为了跟男友在台上合唱 在那个时候他们真的很相爱 过去八年一直有传林依莲秘密嫁给龚硕良 但他们总是公开表示不需要一纸婚书 林依莲曾与音乐人李宗盛有过一段婚姻 被生下的女儿李喜儿 有过婚姻的她直言自己不适合嫁人 而龚硕良来自破碎家庭 同样对婚姻没有信心 所以他们只开花不结果 虽然他们没有结婚 但一直表现甜蜜 媒体试过报道 林依莲很甩公硕良 林依莲罕见在社交网维护男友 所以外界都默认 他们感情胜过夫妻 谁知道今年1月传出两人分手的消息 南方带着新女友出席艺人聚会 据悉女方是西班牙混血儿 并不是娱乐圈中人 比林依莲年轻 报道指那个女孩在西班牙念大学的时候 就已经跟龚硕良在一起 后来回港发展就正式抢林依莲男友 据悉这一段三角关系纠缠了一段时间 龚硕良勤归西班牙女友 搬出林依莲的独立屋 媒体指 林依莲因为这些情商一蹶不振 因为她不能承受公开分讯 所以一直对外隐瞒消息 这一年龚硕良与林依莲分手之后 两人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 林依莲一整年都消失于人前 2018年底她推出国语专辑林 但她没有公开露面宣传 去年6月她凭借该专辑 获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 也没有出席班奖礼 一年多的时间似乎都在闭关疗伤 龚硕良的生活节奏却如常 甚至更忙了 去年她不但开演唱会 做新专辑 做表演 还开了一间抽载面店 似要在事业方面大站拳脚 近来她为2月即将在澳门举办的演唱会做准备 虽然演唱会暂时延期 她仍抽空录制音乐节目忙个不停 据悉近一年多来 林依莲与龚硕良的恩爱画面不在 二人最后一次被看到筒框 已经是在208年12月底 去年8月龚硕良开演唱会 一向与她夫唱夫缺的林依莲既没有在台下当观众 也没有现身后台 甚至连庆祝花篮也没送 当时已有人怀疑她们感情有变 早两月前林依莲终于出关 分别在广州和南京演出 不过她演出前后都没有接受采访 因此还不能判断她的状态 无论如何肯露面工作 已经说明她的心情已经好多了 假饮时日一定能收拾心情 开展新的生活 好了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大嘴鱼记 敬请关注哦